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折塔超圈集出了 里面有普及到折塔中的格尔及欧雷电的过去 在折塔的时候 大家以为这是上一个星球文明吐血马来送的产物 是塞雷部落一手造成的 令人十分同情 但看完之后 其实不是 他会沦落至此 基本是欧武林这黑心工厂和怪兽女人间体做出来的 当时如果你是因为这件事去骂塞雷部落的话 那里还真的是骂错人了 格尔及欧雷电的悲剧发生在欧武林宇宙 在那里有一个新建联盟 外表光线却累在腐败 就跟游戏的联邦政府一样 搞得天天屁是一堆 说真的欧武林的自我奉献精神也是够高的了 有空往别人家宇宙不停的送奥特曼送人头 插手别人的地狱也不管管自己的治安 而格尔及欧雷电的未来人间体 女狙击手原本是联盟小队里的成员 在一次任务中陷入他们的内乱 小队里除了他以外的全粮 在后悔无法守护队友的同时 也地图炮的痛恨联盟所有人 变得魔争 开始对联盟蓄意报复 而他听说欧武林宇宙有一个非常善心的企业 他会给予人变成光之巨人的能力 于是女性聚集员闻名而去 最终成功登顶 但因为心思不成 没法变成光之巨人 只能变成格尔及欧 对此加古拉表示 是不是除了我之外 什么阿妈阿古只要爬上去了 都能获得力量了 凡是上到战时之间的 精神绿马的能领奥特曼级 精神黄红马的能眼悲情怪兽艺 只有我登顶了 啥都没闹到还被电了一下 这合理吗 我到底哪里不行了 不就为人现实了点吗 好胜心强了点吗 也要说给能力不能给心术不振的吗 最新的这位小姐姐 就在心机不振的情况下 他给了 也要说人数限制吗 每件一家三口全拿了 总结 只有加古拉空手挨归的世界诞生了 得到了力量的格尔只有 与武器商人勾搭一边喊着 联盟的那边都是D&M一边开始 打开杀戒 而远处的后来此事件背锅当事人 赛雷布洛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人之后 拿出了一颗生命之中 给魔阵了的武器商人和铝居机首 之后武器商人对铝居机首之身进行改造 在武器商人的改造下 使得这位女性变得更加的神经病 变成了折塔居中的格尔基欧雷电 成为只为摧毁一切的杀人机器 没错 赛雷布洛在这一事件中不仅过不大 还在O50铝居机首 杀人中显得特别的正常 做起事来 特别像个人 在把首都毁灭了之后 武器商人被尾随过来的加古拉杀死 雷电失去了控制者 但为了寻求下一个目标 来到了折塔的地球 但是能源耗尽 就此仓名 在他憨睡的时候 加古拉对他说 乌尔基欧不杀吉塔利 虽然很可怜 但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 在新的星球上好好睡一觉吧 就算醒来之后要他打开 也别客气 而下次醒来就是折塔第13集 这就是格尔基欧雷电的由来 看完之后加古拉是真的惨 因为出场带着O50设定 没完赛时的受害者 不过O504岁也比起超古代巨人要好 O50这边你心态不行 变身的起码还能自控 变傲的路也没堵死 哪天木了就行 看看就木上斜敌的号 可是直接把自己给整疯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觉得还是OK了 关注点赞收藏 支持一下up主 我是Leon 我的HackyJok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